屏東縣方寮鄉的鄉政顧問李孟居 上個月入境大陸深圳之後失聯至今三週 今天大陸國台辦召開記者會證實 李孟居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遭到拘留 引起台灣高度關注 而在李孟居被失蹤前夕 曾經與他聯絡的人是方寮的鄉長陳雅玲 他說李孟居在傳送一張解放軍集計的照片之後 隨即失聯 懷疑他遭到拘捕之後跟反送中大有關係 我們了解李孟居因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 已被依法審查 入境深圳後失聯三個禮拜的屏東方寮鄉政顧問李孟居 終於獲得國台辦的證實目前已經遭到拘留 但台辦沒有具體說明犯案細節與拘留地點 引發外界揣測 而李孟居在被失蹤前夕 曾經跟方寮鄉鄉長聯繫 根據他的推測疑似是跟反送中有關 20號的時候有打電話跟我聯繫 他也有傳一個疑似就是之前媒體報的 這樣子類似解放軍的一個相片給我 不確定是不是他拍的啦 下午就一直聯繫不到了 方寮鄉鄉長陳雅玲表示 大陸當局應該公布案情並允許家屬探視 而行政院長蘇貞昌對於這起台灣人被大陸拘留的案件 也表達嚴重關切之意 對於國人同胞被中國拘留 我們嚴重關切會以讓陸委會等相關機關交涉 以保護國人安全為最優先 大陸當局所謂的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範圍相當廣泛 人權工作者李明哲被當局扣押也是一模一樣的罪名 最後證實是與大陸當地的民權組織接觸 而遇到這樣的國安案件 台辦系統幾乎不曾詳細說明 由於兩岸之間溝通管道完全中斷 李夢駒涉及的案件詳情至少要等到起訴書公布 才有可能讓外界掌握真正的拘禁原因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